第五十一屆金马奖虽然已经落幕 但是后续的效应不断延烧 大陆知名影星巩俐发出声明表示 认为金马奖不够公平也不够专业 以后不会再参加 其实今年的金马奖很多作品 被中国禁言的导演楼叶获得了六项大奖的肯定 这些没有办法在中国自由创作的独立电影人 在台湾找到了发声和共鸣的舞台 对照巩俐的批评也许反而更凸显了 立足五十一年的金马奖 自由创作和包容的精神 议员丰厚 巩俐在台下有风度的微笑拍掌去意 但巩俐却在金马颁奖完的第三天发表声明 表示特别感谢金马奖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了解一个不专业的电影节是怎么样的 而且一个不公正的电影节 会让所有艺术人员瞧不起他们 就是我第一次来金马奖也是最后一次 这是被巩俐批评不够公正的金马奖 台湾只拿了三个奖 而本届金马奖的大赢家大陆电影推拿 就一连爆走了六项大奖 但导演楼叶的电影创作在中国 可是常常被禁播 2006年楼叶首导演的作品 颐和元涉及敏感题材六十事件 找到禁播 楼叶被中共广念总局处罚五年不得拍片 楼叶不断以审查制度抵抗 他曾说文革八九法轮功 谁都是敏感题材 但文革已渐渐松绑 八九再过两年也许会再好些 演校之意透露了法轮功题材 在中国的情况 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 金马真的是没有变过 一向都是这么公正 这么的热情 然后这么的包容 金马批选之一导演陈云勋写道 台湾虽然市场小预算小 但创作自由 只要你有勇气没人管你拍什么 虽然导演楼叶就曾经被禁拍五年 他们都有勇气在那样 受兴致的环境创作 我们这样自由还没有勇气 跟人家拼搏吗 导演扭传者发为 台湾电影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尝试摸索各式类型 真心的觉得台湾电影人值得尊敬 台湾电影最需要的是工业的 真正建立我们没输 只是还没赢 而面对巩俐批评金马网友反映 求相解 原来您的风度仅止于如此 太让人虚妄了 如果金马甲不公平 就不会让台湾取得散项而已了 还有人说说不起 也许经过巩俐这么一后 走过半个世纪的金马甲 反而更加找到了主意骄傲的 其实也让艺术在创作自由的环境 找到衣归 今天好呢 咬太电视综合报道